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愛心沒有年齡的限制 一群雲林長河幼兒園的小朋友 一點一滴存下自己的零用錢 或者是獎學金 在老師的帶領下 把這份愛心捐給雲林家福中心 走六長河幼兒園可愛的小朋友 拿著七手DIY的存錢筒 要將裡面存的錢捐給雲林家福中心 我們斷斷續續都有在做監管 那三年前我們就想到發起小朋友 利用他們的零用錢 來做幫助別人的這個 有愛心的這個動作 激發小朋友他們的愛心 然後小朋友有花票啊 有錢就捐進來 也有小朋友把他們的獎學金捐進來 連續三年不間斷 聖誕節之際 幼兒園都會送來實際又溫暖的關懷 讓雲林家福不僅開心 也非常的感謝 那這對雲林家福中心來講是相當的一個配合 因為今年我們的一個捐款 就是在一個寒冷的一個季節裡面 我們覺得說今年的捐款真的是比外面少很多 那這一筆的一個雖然是小小的一個捐款 但是對我們來講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也回贈給幼兒園就是這樣子一個祖父 那希望說我們幼兒園常常年年的每年都來回贈給家福中心 積沙城塔不管是一塊錢還是五塊錢 一點一滴累積住人的力量 除了教導住人的重要 小朋友們也成了關懷社會最佳的模範 聽障朋友找工作不容易 因為雇主很容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認為他們可能不好溝通 事實上有時候聽不見 反而適合某些吵雜環境的工作 給他們機會 聽障者也可以有傑出的工作表現 嘉義縣身心障礙人士約有三萬八千人 其中聽障者有四千多位 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因為溝通能力較為不足 讓不少具備大學學歷 專業技術的聽障者 在就業過程中充滿困難 雖然政府有制定法條保障他們的工作權益 但問題還是無法有效改善 沒辦法 拔膠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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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只要給聽障者一個表現的機會 他們的工作效率也不會比一般人差 其實聽障者在工作領域這方面 他很專注 他的心就會集中在他的工作這個層次上 他不會去分心 去聽人家的那些 就是對話怎麼樣 所以他反而是 可以說是事半功倍 現在的聽障者大多在工廠裡 從事操作類型工作 政府推出各種補助方案 鼓勵企業雇主 拼用身心障礙者 就業服務站人員也希望利用這些獎勵措施 幫助他們找到工作 我們希望說老闆給他面試的機會 老闆去評估 評估是不是有符合他的需求 然後在職場上在家裡訓練 達到 達到未來的產值 透過公民新聞希望讓更多人了解 弱勢族群的心聲 有時候 障礙不一定是阻礙 只要更多人願意接納 並且給他們機會 希望電視機前的企業主 也能夠提供適合的工作機會 給身心障礙人士 PayPal公民新聞報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 Update 無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